之前真没有出过这么多的惊奇 在一个核子里面 考古队业跟龙宝人都非常的兴奋 他出的这种量和这种精美的程度 这个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这个当时我们也非常震惊 这么多在目前的宋代春山的考古发展中 还是非常罕见的 这次考古将震惊全世界 原来南海三叔写的小说不是编的 当我国考古队潜入南海水下1500米时 接下来拍到的真实画面 是否会揭开南宋时期的隐藏大秘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万件陶瓷器 黄金珠宝无数 上面还刻有蚊子 文物古董等堆积在一起超过三米 当专家仔细搜寻时才发现 沉船表面就附着了十多点惊奇 表面还雕刻着明文 就连缝隙也被塞满了各种宝贝 而这都只是南海一号的冰山一角 气雾散落的范围高达上万平米 简直就是一个罕见的水下宝库 说话间考古人员又从里面 清理出了一堆纯金首饰 层层堆叠在一起 不由的好奇古人是怎么做到 将这么重的首饰 每一天都带在身上 经过仔细清理后 他们就圆形毕露了 原来是两条金项链 和现如今的首饰相比 他们的设计错综复杂 黄金被锻造得像针一样细 经过能工巧匠的改造缠绕在一起 隐约之间还透露着一丝抑郁风情 但最让人感到震撼的 还得是一枚刘金龙文手镯 比人的大拇指还要粗 用高情商来表达 就是这一件首饰够叛你死缓 上面的龙文图案 也尽显拥有者的高贵身份 虽然多年浸泡在水中 表面有了一些划痕和磕碰 但如果免费送给各位看官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介意 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这么一小块地方 就清理出来70多间宝贝 而国家历史30年 耗资30亿 直至2019年 清理出来的文物数量高达18万件 保守来说 价值也高达3000亿美元 30年时间直接翻了100倍 怪不得现如今 还有那么多盗墓贼 以及二盗贩子 这买卖确实挣钱 但违法行为 还是劝诫各位千万跌跑 毕竟不是谁都有姚玉中那样的命 更有网友被最近的网剧 南海龟旭种草了 纷纷表示 南海一号里面 怎么没有出现秦王赵古镜 我觉得这事还是得问问胡八一等人 毕竟这次考古 又让南海三叔给说中 渐渐发现原来他写的不是小说 而是真实经历过后写的日记 不信你看 众人此刻发现了一枚超大型海螺 又和三叔所写的内容基本吻合 将外壳上的泥土轻轻扫开后 顿时散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 上面布满了细腻的螺旋花纹 众人都忍不住拿起相机拍照 三十年时间耗资三十亿 才仅仅发掘了他的冰山一角 专家经过测算后给出的结论是 这些文物古董要一一清理保护的话 说不定百年都挖掘不完 而这就是有着水上兵马俑称号的南海一号 目前共有140余名官兵为其保驾护航 十几艘巡逻艇随时待命 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视 它的价值不言而喻 那就目前来看 专家发现了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宝贝文物呢 当考古人员将一个陶罐轻轻取出后 安定地躺了800年的一罐鸭蛋终于面试 经过观察后发现这些鸭蛋依旧完好无损 表面还附着有一些沉淀物 难道是在深海中浸泡时间长 早就变成咸鸭蛋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是否有勇气以身试度 替专家常常淹了800年的咸鸭蛋 味道如何 就在这时 另一边的发掘现场又传来了好消息 豁旧的船舱中竟然发现了海骨的存在 果然是一波未贫 一波幼气 难道这就是800年前的船员尸骨吗 专家又会从中发现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年沉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但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骨头都被放在一个竹笼里 难道当时在船上发生了恶战 战败的一面被囚禁在笼子里面吗 众人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好在经过检验后发现 这些都是鹅的骨头 专家由此推断 这应该是当时船员的食物 出海的时候 带一些鸡鸭鱼肉补充隐隐 我们大渔船去考察的时候 在船上仍然是这种方式 养一龙鸡一龙鸭这样的 隔一段时间 烹饪 这样可以做到一个稳定的一个食物来源和结构 让它也不提供一个 就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段的这种生活资料的来源 但众人不由的沉思 发觉行动这么久了 宝贝一见接一见 但始终没有发现人类的海骨 难不成发生意外的时候 所有船员都跳船逃生了吗 他们还有没有生还的可能呢 就在收尾工作的时候 忽然在沉船底部发现了一个血红色的东西 怀着激动的心情 将周围的杂物清理干净后 结果发现是一个精美的首饰盒 里面装着四个漂亮的圆形漆盒 打开后瞬间香味扑鼻 专家推断 这应该是女人使用的香料 众所周知航海时代女人是打击 那女人香料为什么会出现在船舱里面 太多的困惑需要我们去一一解开 堪称中国泰坦尼克号的南海一号即将出水 为了保护文物的安全 140名官兵每天24小时看守 但是为了守住这个惊天大秘密 不让盗贼发现 每当有渔船靠近时 有关部门都会以这里有二战仪留下的炸弹 来劝退他们 而这个谎言 随着16年的打捞计划结束 才得以公示 如此兴师动众的行动 到底隐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 南海一号的主人是谁 是否还有侥幸逃脱的船员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 专家在长达16年时间的打捞行动中 共发现18万件文物 其中金手镯 金腰带 金戒指等黄金手势 数不胜数 而且即使经过了800多年的海水侵蚀 依旧光亮如新 经过专业统计后发现 南海一号的文物价值高达千亿 再通过长约1米8的金腰带 重达四辆的金手镯分析 船主应该是一个人高马达 家财万贯的富商 毕竟如果这么重的首饰 都带在一个身材瘦小的人身上 恐怕平时连走路都飞进 照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断 如果富商有足够的时间逃离 那他会把身上的金银首饰 都扔到船上了 如果是你 你愿意吗 所以众人都认定 船上人员应该都与文物孤独 一起石沉大海了 相信这个时候就有人要问了 就算在奢侈在豪华 那经过800多年的海水腐蚀 船体以及里面的东西 不会腐烂吗 怎么可能保存这么久 当专家发现南海一号的身影时 它正端坐在水下20米的深处 上面包裹着厚约2米的淤泥 很好的保护船体 不与外界环境接触 避免被氧化破坏 再加上民间有水泡千年松 风吹万年山的说法 所以用松木造的船只 还是相当结实的 一切的机缘巧合 使得这艘巨无霸大船 能与我们相见 用专家的话来说就是 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 将是我们洞察当时的 贸易方式和生活方式 并且提供地面上 无从捕捉的考古佐证 它的出现瞬间将我们 拉回到了800年前 那个古风悠扬的年代 在这种高度浓缩过的